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看看 叫我很好的美容 姐姐姐 姐太多了 优惠券 我新开的门店 好 谢谢啊 您也看看 您要是美容的话到我这儿来 现在优惠活动 给你 优惠活动 美女 美女 不错 还知道发传单了 不错什么呀 老爷 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 那一片消费力根本开不了美容院 老爷 叫我看哪 这地儿早晚还得关 关怕什么 不学会关张 怎么懂得开张呢 老爷 我看小少爷挺难的 要不要帮他一下 帮什么帮 他自己长急救 谁能替他疼啊 再折腾两天吧 对不起 周经理 因为这件事情 不是我答应您的 我只在张静美工作室任职 龙氏集团的一切事 我都无权参与 这件事情还是麻烦你找徐姐吧 不好意思啊 你干什么呢 这点还不睡啊 我明天就要见这两个项目的编剧了 剧本还没看完呢 我觉得这个剧本它的逻辑有一点问题 没办法开机啊 不是有编剧吗 让编剧改呗 那我也得把事情弄清楚 好跟编剧聊啊 怎么现在开个工作室比你以前跑剧组还忙 责任大了 责任大了 张静美 你干什么把自己逼这么紧啊 好像不努力不上进就对不起全世界一样 你不累吗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睡觉了 那我出去了 不不不不是 张静美 不是咱坐电梯不行吗 我看都看累了 你干嘛非要一步一步爬楼梯啊 我爬楼梯心里踏实 晚安 晚安 快睡吧 阿姨 了解一下美容美发 谢谢啊 美女 美容 对啊 还挺滑LD 美女 美容 有优惠啊 谢谢啊 阿姨 了解一下美容美发 谢谢啊 好 老婆 老公 你在哪儿呢 我在店里呢 店里忙吗 忙 店里特别忙 对对对 谢谢您啊 谢谢啊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老婆 我先过了啊 不要再跟你说 今天我可能还是回不了家 老婆 我这不是店里正招新人的吗 我肯定得在这儿主持大局啊 我可是龙总 对不对 那个 小婷啊 把那个水杯果拿过来 人家客人还等着呢 所以我跟你说啊 老婆 老婆 对不起啊 我 我 老公 把店关了吧 别啊 老婆 我 我这刚起步 你再给我点时间 我知道了 老婆 我研究了 老婆 这地方没人来 没人来消费 是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消费习惯 我研究啊 我第一可以兼职宣传 第二可以兼职培养 第三我还可以 老公 老公 别浪费时间了 这不是你该做的事情 我能做好的 我知道 我知道你能做好 咱们先回家好不好 你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能做好 我信 但是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我就是不用做呗 就这么一个小破店 我就是做不好 你现在看到了 就是这样了 就这么一点小事 我就是做不好 你看到了 没错啊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不好 你在说什么 我在说 我不应该自作主张地 把你拉到我的世界里来 你好好的一个 龙氏集团的继承人 根本就不用从零开始啊 也不用窝在这么一个小破店里 受挫折 伤自尊的 龙姨 你被困住了 哪怕只是在远处看你幸福的背影 是我困住了 你 我应该放了你 你想分手了是吗